大家好,今天刚刚获得的消息 俄罗斯的北方铁路叫沃尔库塔至新罗西斯克 九节车厢出现脱轨 新罗西斯克方向在这位置 出现脱轨 而紧急消防部已经赶往现场 这是出轨的现场 那现在不排除是乌克兰游击队 对俄罗斯南部的铁路进行破坏 那今天在敦尼斯克南部地区 也就是大诺希尔卡方向 俄军今天是控制了旧马约尔斯克 乌罗扎涅的市政府大楼 乌罗扎涅方向的战斗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 就是在市中心市政府方向 俄军是攻占了市政府大楼 大家可以看 乌罗扎涅方向 升起俄罗斯国旗 乌罗扎涅方向 实际上过去一直是乌军 在旧马约尔斯克 大诺希尔卡方向防御的一个中心位置 那么俄军前段时间占领了旧马约尔斯克 乌罗扎涅这个次成功的占领了 也说明俄军正在向大诺希尔卡 南部阵地推进 那如果旧马约尔斯克被解放 俄军实际上能够控制通往北部的 几条重要的部队线 将乌军推到默克里亚雷河对岸 那么现在俄军在旧马约尔斯克 这个方向的战斗主要是要控制 乌罗扎涅周边的几座小山 也就是说解放乌罗扎涅不是目的 通过解放乌罗扎涅 控制他周边的几处高地 并使用火炮迫击炮 对旧马约尔斯克周围地区进行封锁 这才是俄军的目的 那乌军现在在赫尔松方向呢 是调动了海军陆战队第57旅 那从现在呢 旧马约尔斯克方向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俄军下一步在大诺切尔卡 特别是顿尔斯克南部地区 俄军的整体这个行动啊 会逐渐靠近红军村 向北挤压乌军的这个补给线 特别是红军村南部 这几条重要补给线 包括N15 E50 这一条步线线 那从现在整体顿尔斯克的情况来看呢 奥列切尔金涅方向 一直到红列曼南部的这个塞浦尔斯克 今天给大家介绍拉兹多罗夫卡方向 俄军呢也已经完全解放 再到 基尔尔斯克 托尔斯克 托列斯克 那从现在整体来看呢 俄军现在呢是 主要控制啊 在顿尔斯克的所有的高地 以高地包括顿巴斯的一些矿山 峡谷 废料场 俄军现在的目的呢 主要是挤压顿巴斯地区乌军在 顿尔斯克正面 他的所有防御攻势 并使用这种高地的症状 来限制乌军在红军村周边地区防御 这个基尔任斯克方向啊 基尔任斯克方向呢 现在来看俄军呢 很快将发起总攻 因为乌军已经 清理了基尔任斯克周边的地区这个民防 所有老百姓必须强制撤离 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托尔斯克啊 托尔斯克 托尔斯克方向的这个 这个基尔任斯克 我还去过这个地方啊 当时是从顿尼斯克啊 做这个中巴 到的基尔任斯克 这个地区实际上它有一个大的这个矿山 主要生产这个实验 苏联的时候呢 这个基尔任斯克方向呢 有五万人居住 这个地区呢 有一个叫分泉工厂 主要也是化工原材料 所以俄军现在在基尔任斯克方向 这个主要进攻啊 是控制周边的高地 切断补给线 最后能够成功的 把基尔任斯克方向解放 那苏联的政府呢 1951年啊 将纽约更名为诺夫哥德德 随后苏联解体以后 乌克兰又把诺夫哥德德 改名为纽约 那整个接触线呢 现在沿着从西南啊 奥扎里亚尼弗卡到西北的基洛沃 德鲁日巴 那托尔茨克方向啊 它实际上的向北能够到达军事坦诺夫卡 是整个乌军防御系统 包括奥利切列基涅到恰索亚尔 关键的后勤点 奥利切列基涅呢 以西 俄军呢 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 现在呢 是沿波克罗夫斯克 康塞路夫卡 恰索亚尔啊 高速路一线 周一的时候呢 俄武装备店已经占领了 叶夫根 涅夫卡 内泰路沃 乌曼斯克 以西的人工森林地带 卡路夫卡的战斗也在进行 水库北岸已被俄军占领 那奥切列基涅的这个 补给线啊 特别是距离 沃兹德威尔斯卡方向 目前不到8公里 所以俄军下一步呢 就将发起总攻 上周呢 俄军在就马尔茨尔斯克 火车站成功的控制了 就是马尔茨尔斯克 市中心的区域 那随后呢 俄军宣布呢 解放了苏敏 那托尔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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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 俄军现在呢 最新的判断呢 乌军实际上在托尔斯克方向已经失去主动 乌军在托尔斯克方向60%以上的补给线都被俄军切断 在库拉霍沃、马克西洋诺夫卡方向、恰索尔方向、运河期、卡利诺方向 几乌军的所有补给线都遭到俄军火炮 乌军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 乌军最新的消息正组建三只警察旅 这三只警察旅已经开始组建 未来这个部队将向顿尔斯克方向和哈尔方向增援 这三只警察旅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根据现在俄罗斯方面的说法 约有8000名警察开始进行训练 其中三个旅是联合特警大队 第二个旅是要捕食者大队 捕食者旅 还有叫柳特旅 也是特警部队 那这个联合特警大队部署在赫尔松 捕食者将部署在恰索亚尔 柳特将部署到沃尔昌斯克或者是马尔斯克方向 所以乌克兰总参部目前组建按北约标准组建三个步枪旅 8000名警察 那也是加强孤军在整个顿巴斯 顿尔斯克前线整体防径 今天的俄国防部也公布了最新战报 我们把战报给大家也汇报一下 那截止莫斯哥时间呢 2024年的6月26号 俄武装备在北部 击退了乌军第三突击旅 第42计划旅 57摩托化步兵旅 71 36海军陆连旅 13国民警卫旅 127陆防旅的进攻 那乌军损失利不息方向 和沃尔昌斯克方向损失达到300人 7辆汽车 1辆每只的布拉德利 一门每只的105毫米的M119火炮 两门第二零 一门第三零 以及美国的电子战两套 西部级单军呢 在 彼得巴普洛夫卡 塔巴耶夫卡 顿尼斯克的普拉托诺夫卡 卢干斯克的马克纽 耶柳夫卡 切尔诺威亚德巴尔方向 击退了乌军14 3066计划旅 和107 112 陆防旅 国民警卫队第一旅的进攻 乌军的第三 计划旅呢 突击群两次反击被击退 损失达到400人 一辆坦克 五辆皮卡 美国的帕拉丁 两门格勒 两辆格勒多安火车 以及两个野战大户 均被摧毁 南部集团军呢 是在 扎利 斯尼亚斯克 格里格洛夫卡 恰斯威尔的方向 击退了乌军24 72 93计划旅 46 81计划旅 143步兵旅进攻 那在 库拉乌方向 康采诺夫卡方向呢 是损失510人 两辆专业车 八辆汽车 还有一门 152 D20 一门 D30 两门 105 M119 火炮 这是美国的 三个电子 电子站 以及野战戴户被摧毁 中部集团军呢 击退了乌军24 47 110 92 109 陆防 旅 国民警队 第二特种旅的进攻 诺夫格勒 罗佐夫卡 米哈伊洛夫卡 托尔斯克方向 乌军损失达到405人 24 31 68 装甲旅 95攻击突击旅 7次反击被击退 乌军损失一辆布拉德利 布林车车 三辆汽车 还有 一门 D30 东部集团军在乌罗扎涅方向 击退了乌军 116 9号旅 58 48 摩托化步兵旅进攻 乌军在 顿巴斯地区 新组建的国民警卫队 123陆防旅 两次进攻被击退 损失140人 两辆车移民车 五辆汽车 一门第三令人靠 蒂米波集团军在扎伯乐地区 击退了乌军65级化旅 128山地突击旅 37海军陆战旅 121陆防旅的进攻 在特派警卡方向 乌军损失60人 两辆布战车 三辆汽车 还有一门第二林 一门美国的105毫米 M119火炮 三个带户被摧毁 乌军76架 无人机被拦截 两枚海马斯 也被摧毁 今天大家很关心 澳大利亚 巴西 以及中国 关于巴西的军火公司 收购 有了最新的消息 这个巴西的军火公司 目前呢 澳大利亚方面呢 没有拿出足够的收购资金 所以中国方面 现在有优先 特别中国的叫军工企业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北方工业 有了这个优先收购 巴西 先进导弹 防务开发商 49%股权的这个权利 澳大利亚的这个防卫 TEX公司呢 因为没有获得政府的资助 预估呢 这个巴西这家公司啊 应该呢 它的股权呢 只两个亿美元 但是澳大利亚呢 只能提供1300美元 澳大利亚政府呢 收购巴西的军火公司啊 主要是为了获得美国 以及盟友的支持 可以向美国提供弹药 特别像海马斯 陆军战兽导弹 现在澳大利亚有意收购巴西的军工产品啊 但是呢 美国方面啊 现在正在警告巴西 也就是说 一旦澳大利亚采购失败的话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他收购了巴西的这个军火公司 未来出口的武器 可能会受到美国政府制裁 那巴西呢 是南美洲啊 特别是南美洲这个军工 特别国防产品的主要生产商 美国方面呢 目前已经开始警告巴西 可能会遭到禁运 也就是说 美国可能会对巴西的这个军火公司 他生产的军火 在全世界销售进行限制 美国方面呢 理由是担心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禁止采购 美国设备采购商 禁止采购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相关产品 那现在呢 美国的媒体说法 中国的北方工业公司收购巴西 这家公司的主要目的呢 是通过巴西的公司 来进入南美洲市场 就是用巴西公司生产的东西 结合着中国的北方工业 它的这个军火 打入美洲市场 包括利用巴西品牌 推广北方工业公司的产品 巴西的家公司呢 它实际上你可以看 它生产的这个巡航导弹 AVT M300 另外呢巴西呢也能够生产 类似于海马斯的多关火箭车 所以北方工业公司的可能会利用 巴西 它在南美洲这个市场风格 把中国制造 中国产品 中国的军火通过巴西公司 送入整个美洲大陆 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 巴西 中国 还有俄罗斯 其实都是金砖国家 所以现在看呢 中国和巴西的合作可能性更大 因为澳大利亚如果收购了巴西 这个军火公司 那美国大量的军火将送往乌克兰 通过巴西的产能 也将武装北约 这个上对俄罗斯 还有对整个的欧亚大陆是不利的 对金砖这个联盟是不利的 所以巴西呢 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军火制造商 军火公司 卖给澳大利亚 卖给北约国家 这不太可能 也就是巴西呢 现在不太希望自己生产的弹药 最后进入乌克兰战场 所以在我看来呢 中国北方工业 未来收购巴西这个军工 军工企业可能性更大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呢 也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这个巴西一个军火公司收购案的进展 在结合着新天呢 在乌克兰战场这个情况来看 乌军的新组建八千人的警察部队 那说明 目前乌克兰整体的兵源 正在大规模的下降 招不招兵只能从警察队伍 征集八千人前往第一线来作战 也说明呢 乌克兰现在整个的兵源已经枯竭了 这是今天呢 乌克兰战场的最新消息啊 我呢 也会持续关注啊 未来俄乌战场 特别是顿尼斯克和哈尔克方向 有最新的战报 我呢 也会第一声音乐分享 我呢